我提供了,你看,当一提,它一招架工了,把它变 由它的阴面变为阳面,从这下攻 这时候,我下去的时候,我这边控制 我起来,赶快缝起来,缝起来,我就打 就打,等它变的时候,一变又一从这提出来 把它控制住,从根源上截住它 不打棍头,提起舌头 你如果从这提,人家就变了,棍头就变了,你看 我如果从这根本上提,它不好变 变,我就扎它 所以说,就是,实战中,就要从对方的根源去接触它 到我这种大事,它肯定要结构 一结构没了,咔,又来了 高晓东的爷爷,高师定告诉我们 相传,壳子棍是明朝时一个军营里的逃兵传授的 从壳子棍中,大量的拦,拿,扎动作可以看出 它似乎与军营里的枪术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是战场兵器在民间的流传与演变 壳子棍在高家瓦村一直延续着 非高兴不传的习俗 即使破例外传,也只传演练的咳嗽 而不传其中的攻防诀窍 真正掌握运用之道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记忆濒临时传 这些年,破掉老规矩,收徒浇棍 成为年事已高的老爷子最大的心愿 没有想到的是,现如今想学的